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 探秘世界机器人大会 这里是2022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 小朋友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有没有星星跑过它 那你有了 一场特殊的比赛即将开始 好 3 2 1 开始 在孩子们向前奔跑的身影中 居然有一只不乏矫健的机器狗 大家好 这里是北京艺装 现在呢 我在2022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 刚刚呢 我们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比赛 是由机器狗和小朋友们一起赛好 前面呢 就是机器狗的展通 它有没有什么更特别的技能 让我们一块去大开眼界一下 挤满观众的舞台中央 机器狗正在进行才艺表演 原地奔跑 扭屁股 翻滚 灵活的动作引来阵阵惊叹 我的天哪 你看到了它的座椅 我好像一个真色狗狗 在跟我洗发财一样 它可以过来吗 打个招呼 机器狗也能模仿四条腿动物的行动 有一个正式的名字 四足机器人 为什么要研发这样的机器人呢 机器人形态各异 以双腿直立人形 或底盘轮式 履带式为主 但这些形态对环境要求相对较高 一旦遇到复杂地形 双足直立攀爬的姿态 更容易保持稳定平衡 因此四足机器人应愿而生 特别是在火灾 地震 高压电站等危险场景中 它们还能胜任巡检搜查的工作 通过提前设定程序 机器狗能够自动行走 也可以切换成遥控模式 利用手柄操控 你可以教我怎么操作一下它吗 好的呀 那我们这个是它的一个遥控手柄 往前就是往前走 往后是往后走 那这边就是左 它给你转弯是吗 对的 那我能来试一下吗 往前是这个是吗 对的 哦 它真的上去了 非常地集中 对 挺好 停下来 好嘞 哦 它 好乖呀 我觉得 跟着我的一举一动 可以 可以 它怎么打滚呢 打滚 不然怎么站起来坐一有吗 那您按一下 L1加A 哇 我坐一了 我天 真的是会恭喜发财 你们看到了吗 它会恭喜发财 这狗太神奇了 还有什么其他可以做的吗 比如说我们还可以打个滚 那我们现在 打滚是吗 那您把它挪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区域 L2加Y L2加Y是吗 对的 哦 哦 真的滚了 它还会那样挠痒痒 哦 它好可爱 这个 经过简单培训 我们已经能够轻松操控机器狗 做出各种动作 不同于大家印象中早期机器人笨拙的模样 这只机器狗显得格外灵活 这是怎么做到的 我想问一下你这狗狗为什么会这么灵巧呢 因为我看到其他机器人都是 就这样 这样 这样就很一反一眼 为什么会这么灵巧呢 因为呢我们它的机器狗的身上一共有12个关节 12个 12个关节 那么我们可以蹲下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机器狗每一个关节它都有三个电击 这里是一个 这里是一个 然后在里面还有一个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每一个关节都有三个自由度 就可以实现XYZ三个轴的一个转动 那它就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一个动作 理论上我们的舞蹈是可以无限增加的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做出一百多个动作了 一百多个动作了 一百多个动作了 对 那这只狗狗它可以做一百多种动作啊 多才多力 是的 是的 原来在12个关节的助力下 机器狗的四肢能完成前后上下左右六个方位的动作 这也是它能完成一系列 翻滚 坐衣 行走 上下楼梯等动作 丝毫不亚于一条真狗灵活性的原因 对啊 就是靠它的身体的各个关节的相互配合 那么我们也有非常好的一个平衡 就是算在它运动的过程当中 外部有一些冲击它也不会摔倒 就比如说 哦 可以这样吗 它真的好稳啊 但是这个做法大家不要学 有一点虐待动物的嫌疑 我们是在给大家展示一个它的运动平衡能力 当然平时我们不会这样对待我们的狗狗的 对啊 我们可以把它给放倒 除了四足战力带来的稳定性 机器狗稳弱磐石的秘密 还来自一套复杂的控制算法 哦 它真正进来了 那么机器人它是一个硬件产品 它有内部的一个运行的一个程序 我们的这个运动控制算法是经过了很多年 不断的迭代完善 它的运动控制程序的算法越完善 那么它可以就适应更加复杂的一些路况 比如说楼梯斜坡 比如说一些崎岖的路面 比如说像这种铁轨的一些道路 那它都可以去 工程师通过建立数学模型 在结合各种路况 机器狗自身状态等各种信息后 计算机能根据已有信息完成大量运算 做出下一步动作指令的推算 但是作为一只机器狗 既没有长眼睛也没有长耳朵 甚至连狗头都没有 它是靠什么看到路面情况 而不会胡乱冲撞呢 仔细观察 机器狗的身上还藏了秘密武器 一共有五组双目深度相机 和三组超声波雷达 那么每一组它都是两个两个的 这两个是超声波雷达 这个是双目鱼眼深度相机 为什么是鱼眼呢 就像是鱼的眼睛突出来那样的 它的角度会更广一些 有150到170度这样的一个视角 那么这么多的一个双目相机 可以组合在一起就可以给它的周围 形成一个全环境的一个辐射 那么这是一组 这是第二组 两个就是指一组 第二组第三组 第四组 和第五组 它就可以像汽车一样形成一个全景的 一个视频的这样的一个影像 你就可以达到一种上帝视角的那种感觉 你远从操控机器狗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它周围的一个 所有的一个环境了 在五组鱼眼摄像头的助理下 这只机器狗拥有超强的侦探功能 能360度扫描 了解路况 同时 它身上还有三组超声波雷达 探测范围数米远 当它开启避障模式后 在距离障碍物15厘米左右 就会停止靠近 绕开障碍物 除了这只灵活的小狗 场边 还有一只正在踱步的 黑色机械大狗 它同样具有灵活的身手 和广阔的视野 但身形更为高大 身长达到0.65米 站起来也超过半米 因此 它能搭载最大80千克的负重 从而肩负更多的任务 它比如说 我们现在在后背 加了一个机械臂 那么有了机械臂 它就可以实现一些 抓取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还可以在大狗的身上 再装激光雷达 那它就可以感知周围的一个环境 建立地图 我们还可以加上我们的一个 红莱云台相机 我们可以加高清摄像机 我们可以加各种传感器 你给它加了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它就可以执行什么样的一个任务 原来 机器狗作为一个载体 当给它配置不同的工具设备后 它能承担包括安防巡检 勘探探索 公共救援 消毒喷沙等工作 在更多高危重复的劳动场景里 发挥它的作用 近年来 我国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机器人 最大的应用市场 2021年 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 达到36.6万台 比上年增长68% 我们刚才体验了很多 特别好玩的机器人 现在我们要到 世界机器人大赛工业馆的现场 我们要去看一看 那里有没有什么更新奇的玩意儿 跟我走吧 眼前这个展台 一个黄色的巨大机械臂 正在写字 这是为什么服务的机器人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这里是2022年 世界机器人大会工业馆的现场 展厅里 不同形态的机械臂 机器人正在大显神通 有正在铺地砖的建筑机器人 有吨式有力的智能插车起重机 而在这片区域 一只黄色大号的机械臂 却在握笔写字 我可以尝试一下吗 我觉得好意思 来 您来操作一下 你能教我一下我怎么用吗 好的 您先拿着手柄 好 我先拿着手柄 直接按这个让它回一下 对 我们第一步是需要用毛笔头 去摘下水 按这个键就可以了 按第一个键 对 对 你不要松开 一直按着就行了 这个真的好难好难控制 我的天啊 这个太难了 这个主要是可能是 您操作不是很习惯 而且我们这个东西吧 写这个字啊 它只是一个演示的一个作用 这台机械啊 主要是来代替人工去喷漆 原来 眼前的黄色机械臂 是一个喷涂机器人 通过遥控手柄 机械臂可以重复人手部的动作 完成流水线上 一些产品内外部喷涂的需要 比如说拿这个来做个例子来讲 如果我们要对这个零件进行喷漆的话 它这块呢 这个里面有个内部的有一个凹槽 哦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老师说 然后它还可以在这些 狭小的空间里 这个凹槽 然后进行一个喷漆 所以这个是人工很难去做到的 特别是在精密零件喷涂作业中 类似凹槽这样的结构死角 空间狭小 人手往往受限 很难完成喷涂 但喷涂机器人拥有六个旋转电机 能模拟人大臂小臂手腕的各种动作 前端的旋转电机更是可以360度旋转 搭配上不同尺寸的喷头 就能完成各种 人手无法旋转触碰的地方 全方位进行喷涂作业 那么为什么人遥控手柄 机械臂就能重复手部的动作呢 这两侧的红外摄像头是关键 它们可以通过红外线 来捕捉操作人员手部的运动轨迹 形成轨迹的立体三维模型 同时实时生成相应轨迹的算法 再通过电脑上的程序 来控制机械臂的运动 这样机械臂就能重复人手部的动作 完成精确的喷涂动作 不仅如此 通过控制手柄 遥控机械臂动作 还能有效避免喷涂工作当中 有害气体对人体的损伤 比如说我们的很多机械呢 都是需要通过喷漆呢 对这个产品呢 进行一个防护的处理 就是说这个对于操作功能 是有很大的一个人身伤害的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进行这个喷漆作业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第一 提高这个工程的劳动环境 第二呢 也是为了国家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环境 我想知道 就是在一个你们专业的 这个场景之下 它到底是怎么去格局 我们这边正好有一个视频 是模拟我们正好 我们车间的一个 现实的一个工作作业环境的 视频中是工人师傅 真实的作业环境 喷涂机械臂在一个密闭空间中 喷涂零件 操作人员 隔着气密门远程操作机械臂 完全隔绝了有害气体的侵入 但是大批量喷涂零件 往往需要技术人员 重复作业上千次 面对如此庞大的工作量 机械臂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这样操作起来特别的 而且它非常非常难操作 那如果说每操作一次 我就要这样来一次的话 那不是更浪费时间了吗 它是可以记录你的操作的 哦真的吗 对它是可以记录你的操作的 我们只需要就是说在一个键边上 按一下这个键 它就可以重复您刚才的一系列操作 它真的现在重复 来我做了动作 从战水开始 看啊我现在没有用手去操作的点数了 但是呢这个机器人在模仿我的笔记 对是这样的 它会记录你刚才的操作 它会把你的操作变成程序以后 属成在这个系统里边 它会按照这个系统走这个程序 会重复您的之前的操作 是这样 就等于说不管我拿这个机器去干什么 只要我去记录一次 它就会自动存储 然后再按照我自己的步骤 一笔一画把它写出来吗 是的 哦那真的好神奇 那我觉得有了这个机器 才是真正印象的解放双手 模仿笔记只是一个小小的演示 让我们将视线转移到工厂车间中 喷涂机器人将技工的一套喷涂动作 记录成样本 就能精准还原动作 完成之后每一个零件的标准化喷涂 从机器狗到喷涂机器人 机器人应用在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 既能替代人们进行危险的工作 也将人们从重复机械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提高生产效率 机器人产业还会遇到哪些 机遇于挑战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医疗机器人 建筑机器人 农业机器人 机器人应用场景不断拓展 中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最大的应用市场 2021年 中国机器人全行业营业收入超过1300亿元 机器人产业规模快速增长 机器人 正极大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为经济社会发展 注入强劲动能 hurt 国际 英